三年之约 云兰宗少宗主纳兰奄然大败 已让云兰宗大失脸面 硝烟二上云兰宗寻找父亲下落 击杀云棱 彻底惹怒斗宗强者云兰宗第八代宗主云山 硝烟重伤后 躲入深山逃亡 又一次的魔兽山脉历练之旅 让硝烟的实力从一星斗狮 提到三星斗狮 云运奉施命找到了森林中的硝烟 再次放水 硝烟逃脱后 决定离开迦马帝国 这里云兰宗的势力太过渗透 前往大陆中心又是多国交界的迦南学院 便是最好的选择 第一可以找轩 第二南学院存在一火陨落星炎 硝烟修炼焚绝需要不断吞噬一火 再有给要老炼制容纳灵魂的躯体 需要三种一火 师徒二人只拥有两种一火 这家南学院不去不行 出迦马帝国 经过十天的飞行 硝烟到达号称大陆上最混乱的区域 黑角域 与其他帝国唯一的区别在于 别的帝国有着最高领导人 而这处区域 却是各自为战 穿过这里 便能到达嘉南学院 恰逢正要进行黑影拍卖会 硝烟并没有着急赶路 这么多奇珍异宝的地方 不禁发现了海波东需要的药材 以及还要为吞噬 陨落新年做准备 不过这里的东西 足足比外面贵上好几倍 本来就没带多少盘缠的硝烟 只好干起来买药 炼药 拍卖变现的老本行 在拍卖会现场 意外发现了有关禁连腰火的残涂 出来炸到的硝烟 不能采取疯狂加价的模式 让这块原本不起眼的残涂 被大家盯上 只好事后搞起了 拦路抢夺的计划 不过黑角域本来就没有山脉规则可言 硝烟在跟踪地图近拍得主 血宗少宗主范琳的时候 发现血宗既然对此次拍卖会花落 各家的拍品 也打起了拦路抢夺的计划 最后硝烟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不仅成功拿到了残涂 七品丹药 阴阳玄龙丹 以及地阶斗技三千雷洞 此等好药 为避免夜长梦多 硝烟在药老的建议下 吃了阴阳玄龙丹 这要不能提升实力 最大的用处等日后 若是进入生死关头 运气好的话 不仅能救命 还能变得比之前更强 虽然没法得到极客的好处 但幸运的硝烟将 丹药中蕴藏的龙气声波 继承到自己身上 仅依靠着龙气发出声波的话 对喉咙的损伤太大 得配合声波 攻击型的斗技 与人对敌时 忽然来个吼声 能将对方震的灵魂刹那尸神 且对于灵魂体 也有着极大的杀伤力 势必 硝烟再次启程前往嘉南学院 经过三天的昼夜不停地赶路 终究是到了学院所在的小镇 学院执法队 将硝烟带去镇中的学院办事处查档案 确认了眼前的小伙子 就是请假两年的新生硝烟后 飞行了一夜 将其送到嘉南城 拜别了执法队的学长后 硝烟独自往城中心的 古老学院走去 就在学院门口的路边 只见四人在围攻一个少年 硝烟出手相救 没想到这少年 竟然是当初在萧家与萧炎 有着一点恩怨的萧宁 如今 两人都不是喜欢意气用事的小孩 之前那些是早就烟消云散 出门在外 才更知道 身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有可贵 萧炎询问萧宁 怎么会和这四人杠上 还不是因为薛 这些家伙 知道我们的关系 想找我套消息 在学院他们不敢动手 今天出来买东西巧 被这群家伙遇见 萧炎苦笑了一声 果然是红颜祸水 萧宁突然想起 今天是内院选拔赛 一把拉住萧炎 对着学院大门跑去 若林导师 经不住薛儿软磨硬泡 把萧炎的名字爆了上去 如果萧炎再缺席的话 若林可就失去 进阶玄阶导师的机会 嘉南学院分内外两院 大陆各处招过来的新生 会在外院休息 实力达到某种地步时 便可参加内院选拔赛 前50名能够进入 嘉南学院的核心 说不定那里能得到 陨落新年的消息 选拔赛场内 上一场对决刚结束 下一场 玄阶三班薛崩 对黄阶二班萧炎 直接请假两年萧炎名气 可不小 这还得脱薛儿的福 学院里 无人不知女神口中 所谓的萧炎哥哥 这种极其轻易的称呼 使得从未落过面的 萧炎成为了众矢之地 躁动广场之上 变得异常安静 萧炎似乎又缺席了 就在薛儿哄着眼睛 起身准备 和大家一起离开广场的时候 一道刺耳的破空声 骤然响起 他来了 一个背负着巨大黑齿的黑袍青年 在灰尘中若隐若现的浮现 片刻后 终于是出现在了 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黄阶二班 萧炎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 继续给大家讲萧炎 杀鸡警侯对战薛崩 联手薛儿获得院内 选拔赛第一名 如果你喜欢脑袋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